走进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区温晨华的铠甲工作室 你仿佛穿越到了古装影视剧中 盔甲宝剑马鞍铺满了整个房间 过去十余年 温晨华亲手复原了数千套中国古代铠甲 凭借爱好 他从一名锅炉工人转身成为制甲圈内数一数二的玩家 在社交平台上坐拥百万粉丝 从我花钱的东西变成了可以养活我的职业了 是一件挺幸运的事情 因为很少有人能够把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爱好重合起来 我理解的姑娘精神就是不要有杂念 纯粹的去做这一件事情 温晨华出生于四川内疆的一个普通家庭 作为一名七零后三国演艺《月飞传》等连环化陪伴她的成长 同许多男孩一样 温晨华痴迷于故事中爱憎分明保家卫国的英雄们 慢慢的他也有了铠甲梦 英雄都是战场上的英雄 肯定都是穿铠甲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这种东西 我就想去了解更多的这些东西 甚至也幻想自己是不是可以拥有一个 然后在这种了解和寻找的过程当中就发现 这比较遗憾啊 就我们在那个 明末之前 中国基本上完整的传世的开架 没有 有的是残片 但是又留下了很多 雕塑壁画呀 这种很丰富的那种绘画形象 留下了很多 然后我觉得不光是我 是几乎影响每一代人 中占毕业后 温晨华成为了一名锅炉安装工人 但儿时的梦想还在继续 他用自己的工资走遍了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寺庙图书馆 每到一处他都要带上十天半个月 一边研究铠甲相关的资料 一边临摹一些点击古书上的铠甲 着迷铠甲的温晨华当时鉴定了一个信念 要复原一套接近真实历史上的铠甲 经过了几年的打磨上百次的失败 2012年温晨华完成了他的第一套铠甲 这套铠甲在网上引起了大量的认可 吸引了大批粉丝的追捧 其中更有甚者直接开价8万元将其买走 12年的时候我就完成了一套宋代的铠甲 然后那套铠甲是在当时来讲 有很多爱好者是比较认可的 也有很喜欢这个东西的人 就给我收购了 就卖了8万块钱 前面卖了几单 基本上就当时就是我一年的 超过一年的收入了 就他让我当时就获得了这种经济上的这种补偿 就是让我又有了重新持续投入去做这个事情的 资金上的这种支持和动力 从此温晨华的铠甲之路走上了职业化 随着他对于铠甲和其背后的历史文化研究的逐渐深入 他认为铠甲不仅仅是一种防具 更是古人智慧的结晶 同时铠甲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输出的重要载体之一 我们有很多丰富的这种精神财富 但其实我觉得精神财富口口相传 或者用历史用文字传承 但是这种东西是缺乏物证的 它可能对整个国家民族 其实它是有正面的价值跟意义的 而且其实它从一个侧面证明了 我们在军事上是一直很有智慧 也是一个文化和军事上双重的强国 而且铠甲作为文化输出的话 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就这个东西外观很吸引人 如今温晨华已是圈内的红人 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的订单 让他的事业锦上添花 而随着近年来汉服文化的兴起 经他首制作的铠甲 更是成为了汉服走秀中的高级定制 一度火出圈 登上海内外社交媒体的热搜 他告诉记者 去年他经营的铠甲店铺 一年的销售额突破了600万元 其中不乏不少海外客户 这样的成绩让他十分惊喜 然而他的梦不止于此 其实任何一个民族的英雄 其实大多数的英雄都来自于战场 所有的战士最后 他的形象不外乎顶盔冠甲 所以其实铠甲就是 就是英雄主义的铁 我还是想去做那个 比如说敦华 我想把什么这些经典的 这种雕塑照相的铠甲 我都想把它做一点 然后就是真的把它还原出来 我觉得做生意 不是我最擅长的事情 那我觉得如果我把 我们的铠甲文化的 推广这一块做好了 我觉得其他的都是水到渠成 谢谢大家